神州名声满沐营,文石古迹任远行,大家好,我是任远 现在我所处的位置是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八江乡 在我的背后有一座非常高的塔 它的名字叫做百娇塔,也叫望夫塔 它的始建年代到它建成,中间经历了164年 那么这里边发生了怎样的故事 这一期我们就去一探究竟 百娇塔始建于明崇真15年 是座九层六面楼阁式砖塔 塔顶是葫芦形铁叉,总高度大约28米 塔基平面呈正六边形,边长为5.23米 塔底正东面开有旋门,可直接进入塔内 一到七层为双层塔壁 在双层塔壁之间,有两条逆时针方向 同向而上的十阶梯螺旋通道 可以直接爬到第七层 这两个十阶梯是从底层两个不同方向进入 而两面灯塔的人可以在窗口相见,但不能相遇 真是隔窗闻漫雪,只齿若天涯 七层以上就是单墙,上面有木梯可以爬到塔顶 从一到九,每层每面都设有观景外窗 游人站在里面可以远眺,数十里景色尽收眼底 正如李玉所说,独自莫平兰,无限江山 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奈何现在灯塔的门封住了 据说塔内有一营连,二水河流入大海,一封独立索恩江 这也倒出来了塔的具体位置 塔的旁边藤八河与恩江在此交汇 一清一浊,合二为一 流入乌江,再奔干江 八江也是因为两江交汇,呈现一个水写的八字而得名 并且这里流传着一首无名式的打游诗 讲出了这里的精彩之处 一座宝塔,两道悬梯,三面临水,四季美景 五光十色,六面玲珑,七分精巧,八面来风 九层相叠,十分雄伟 百年守望,千年传送,万分其美 最初这塔外面没有刷白 因为历经百年的沧桑洗涤 这座塔也失去了往日的光彩 后来这里进行过一次系统性的修缮 据说花了450万 从价格来看,修缮的地方肯定不少 根据先制记载,这里的修塔人叫做成云山 因为战火冰险连绵不断 当时只造了两层就停工了 时隔164年,才由当时的支县李金台倡议修建 全县绅士响应 这座塔才最终建成 经过了一段短暂的行走 我们就爬到了这个塔的底下 这个塔从底下往上看,什么都看不到 因为它收分就收进去了 只能看到一个平面 这个地方有一个洞啊 这个洞我往里看了看 能看到里边是刷了白色的乳胶漆 或者是刮的膩子啊 用手机拍不下来 但是大家会发现在这个塔的一层 上面有非常的刻字 大部分就是谁爱谁,谁爱谁 基本上就是他爱他,他爱他 他爱的曾经,他爱的他 他爱的曾经,爱他的他 最后生出来的孩子就像他爱的那个他 总之这种文保单位 大家一定不要去乱图乱画 这里还好是用的粉笔刻画的 如果拿记号笔 非常难给它清除掉的 这座塔之所以叫做望夫塔 和这里流传的故事分不开 相传原来有一书生 新婚第二天就进京赶口 新娘一直把新郎送到这附近的小岛上 想想夫妻一别 不知何日才能再见 新娘含泪说 愿夫君金榜提名 我会日日在此守候 等待夫君一锦还乡 新郎紧紧拥抱着新娘 难舍难分 在船夫的催促下 才挥泪相别 新郎许诺 他日若博取了功名 一定不忘结发爱妻 从此妻子每年到此等候 只见江水流淌依旧 却不见夫君传来 一晃几年过去 书生仍杳无音信 妻子叛夫心切 为了登高望远 决心在此修一座宝塔 随着宝塔层层增高 夫君却年年不归 反观新郎 金经赶口 果然金榜提名 考中进士 古代有榜下卓序的传统 穷小子一旦考中进士 就会有达官贵人 把女儿嫁给他 这位男主角也不例外 在考中进士之后 被富贵人家的千金看中 而他也忘了家乡的新婚妻子 娶了达官贵人的千金小姐 这边新郎快活似神仙 可是苦了这位痴情的妻子 她年年望夫 年年失望 于是她把思念与无奈 倾注在宝塔的设计中 在此期间 妻子回忆起丈夫的海誓山盟 回忆起那不知过了多久的新婚之夜 她怎么也不愿相信丈夫 居然就是现实的陈世美 她依然天天坚守在这里 等候丈夫 却到死也没有等回曾经海誓山盟的她 只留下这座巍峨的宝塔 年年岁岁 守在江边 如果根据这里简介盘上简介的话 那么这一个故事将从 痴情女和陈世美的故事 马上就变为了一对苦命鸳鸯的故事 因为在这里的后半句 她写了后边的故事 也就是说痴情女啊 她的丈夫进京赶考 考中之后呢 于是就乘船返回到这里 但是半路呢 就遭到了劫匪 就去世了 而痴情女不知道 所以说经过这么一加工 她的韵味是不是就变了呢 再一个 这塔如果不是支线李金台的倡议 可能就烂尾了 因为她从明崇甄的15年 就开始始建了 一直到了清嘉庆的11年 才完工 这中间相差了164年 别管结局是哪个 总是七美的爱情故事 一转身便是天涯 一别离便是终生 造化弄人 迷惘了多少情深原浅 女对男 莫愁前路无知己 天下随人不识君 男对女 七雄三杰金河在 修为贤人泪满金 这座塔 虽然没能目睹狼军的归来 却见证了 咸丰七年的炮火连天 太平天国的狐寿街 曾与清军在此狭路相逢 一场激战 拉开了序幕 一时间狼烟滚 人仰马翻 面对太平军的一次次冲锋 吓得清兵归缩补前 既然进行了两个多小时 太平军大获全胜 如今硝烟早已弥散 再回眸百焦塔 这种古朴雅致的建筑 让人看着越发舒服 满眼的灰白胶硬 灰的发黑 白的至纯 正如时光的善变 与历史的仍然 交汇在这座建筑之上 往日的繁华 可能有所褪去 但岁月的经年 还是让本就斑驳的塔身上 长满了清清的苔藓 假想百年前 一定有位亭亭玉立的女子 白日隔窗看花 夜晚鲜连窥月 诗意浓浓 风情满满 从前车马慢 只够爱一人 望尽天涯路 心事终成空 一次旅程三五故事 关于这个望夫塔 就为大家分享完毕了 那么这期视频 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喜欢远视频的 记得点赞 关注 评论 转发哦 我们下个视频 再见